大家好,我是老刘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太极拳练习的顺序 如果说有朋友想去走太极拳的实战的话 我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可以做一个参考 我的看法 好吧 先说吧,先说有哪个顺序吧 就是说 一是套路 这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套路 二是推手 三是力量器械的训练 四是实战 对,我大致的分了一下 就分了这四块 我感觉不光是太极拳 不光是太极拳 其他的竞技类运动 包括现代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来说 这几个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先说这个套路吧 为什么套路这么重要 一开始我练成是太极拳大架的时候 我并不感觉套路有多么重要 因为我练不懂那个东西 我也不去说那个东西了 我就说这个练习小架的感觉吧 好吧 小架拳的套路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它有几个点 一是小架拳的套路 练的是它的发劲方式 一是练习它的发劲方式 因为太极拳跟其他拳种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于它的发力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这个东西都练不出来的话 那就表明你还 可能还不太懂这个太极拳是什么东西 对 我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一点 太极拳套路 重要的第一点 然后 第二点就是 它要练习你的身体的协调能力 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听你听你的话 让你自己的身体听你自己的话 对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 因为有很多人说 太极拳不需要僵力 不需要着力 我谈一下 我对僵力跟着力的理解 我感觉僵力 着力 它是表示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力量 每一个人的肢体协调能力也不一样 所以说僵力着力 就是要把你不听你话的那个力量 变成听你话的力量 这个不听你话的力量 叫着力 僵力 听你话的力量 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僵力着力 因为小家全 它要的是你这个身体的整进 对 朝着某一个点 把你整个身体都撞过去 它要的是那个力量 我感觉所有的太极拳要的都是这个力量 只不过练习的方法 它很多人 它不知道这个练习的方法 应该怎么去练 也有很多大师 它也 我感觉也是不知道怎么去练 一个是发劲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就是身体的协调能力 还有你的体能 这是比较重要的三点 其他的或许还有啊 如果大家喜欢什么套路里面的 擒打呀 反擒打一些什么动作 大家也可以去玩 不过这个擒打反擒打 这些东西 在你力量没有上来之前 在你的实战经验不足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去用的 对 因为你只有这些技法没有力量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用 没有办法去发挥它的作用 对 也有很多人说 不对啊 我太极拳发现打出来了 我去研究这个东西 其实这是我感觉是两回事 因为太极拳要的是 你整个身体的力量去 去撞击你的目标 去打你的目标 但是你如果练习这个 轻拿反轻拿的动作 你还要手 手的抓力握力 包括你的这个胳膊的力量 手臂的力量 它都是需要的 所以说要不然你如果没有这个力量的话 你抓都抓不住人家 你怎么拿 对不对 然后说到要练推手 为什么要练推手 有很多人其实都明白 说是 太极拳有一句话嘛 推手是检验全家练的对不对的 对吧 说到这里 我知道很多人都明白 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 这个推手 它是有一个什么的标准 去检验这个全家的 大家知道吗 就拿小亚拳来说 为什么说推手是检验全家的 因为小亚拳练的发劲 所有的发劲都是 把手臂放在这 手臂是不允许动的 动的是你的当 给你的腰 手臂是不允许动的 合住 后腿合住进 合住进之后 它是靠你的身体 啪 它就要的这么一点 这一点 这一点 力量 但有很多人说 我也练发劲啊 就是 啪 啪 前拳后走 前拳后走 大家的发劲 我是不懂啊 我去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因为我练不明白大家嘛 因为你如果说你要去拿这个发劲去打人的话 我感觉不是特别的现实 因为你摆出来这个架子 人家就知道你要打 人家还等着你去打 是吧 你撤这个架子这么大范围 你这个拳从你的胸前或者从你的腰间这么大一个范围出去 这么大一个范围出去 你就够不成一种那个太极拳打人的那种冷那种脆 嗯 我感觉是这样 因为小家拳就就把手放在这 他不动的 他的胳膊跟他的手是不动的 想发劲靠你的身体去催你这个手 啪 出去 就就要这么一点 小家拳要求打分不打寸 对 很很短很短的一点劲 至于这个怎么去练 我接下来会慢慢的吧 慢慢的做一些视频去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练这个东西 我感觉这个东西才是 嗯 两个人为什么要练习推手 练习推手 我怎么样去检验全家练的对不对的这个目的 因为两个人练习推手 他的他的胳膊是紧贴着胳膊的对不对 胳膊是紧贴着胳膊 然后他身子基本上也很贴近对方的身子 没有多远 就又有有有多少公分就就没有多远 所以说你你你很难在推手中去用这个这个发劲 去用这个发劲 嗯 我感觉很难 嗯 也可能有人用的很好 不过我不会 嗯 嗯 因为推手在小爱拳里面他是要守住后脚的镜去 去抓这个时机 去 去感觉 对 去感觉对方 找那个对方的空隙 冷不冷不防的啪一个发劲出去 他就是我感觉太极拳练的是这个东西 嗯 嗯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的啊 我就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我的感觉吧 大家有自己的意见 有自己不同的意见也挺好 就是你感觉自己的东西是对的 你就坚持去练肯定会出效果的 对吧 我是感觉小家拳是比较适合我的 嗯 嗯 然后接下来 嗯 哦 还有一点 就是那个 太极拳练 推手之前 建议大家去先把发劲去打打桩 打打木桩啊 或者是沙袋之类的 为什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空打出来的发劲 很脆很冷 对吧 冷不防啪啪啪出去 但是你打在一个有实体的目标上 这个感觉跟你空打的发劲是 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我现在也在努力练习这个东西 嗯 我就说一下我的感受 因为前面有一个阻挡的东西 你把这个东西想象成人的身体 它还不是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还有一个韧性 对不对 还有一个弹性 如果打他的话 你都感觉 嗯 如果说前面有一个东西 你就 浑身就不知道怎么去发劲了 那样就 就等于是 身体又不听你的话了 就是说将近了将近 身体又不听你的话了 嗯 去打打 都要打打 找找感觉 找到感觉之后 你再去推手 去怎么想着怎么样去把这个 你的发劲去作用在人的身上 这个才是 嗯 练习套路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我感觉 我感觉 他是比较适合我的 对 我感觉我愿意去相信他 然后就是说到第三点 是那个力量 为什么说太极拳 还要需要力量训练 嗯 其实我感觉这个 不管是太极拳也好 还是其他的什么运动 竞技力运动 还是其他的传统武术也好 他都需要这个东西 太极拳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 练力量的器械 嗯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13杆 嗯 4米左右长 然后也不是很重 拿中间不是很重 拿两头的话 已经应该很难提起来 我是提不起来 拿两头的话 这个东西 这个白蜡肝 它虽然不是很重 但是它很有效的训练 可以很有效的训练 你身体的整进 还有你 你就是 你练出来那个发筋 怎么去作用在一个物体身上 嗯 你可以 我 我的感觉啊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把那个肝子 想象成一个人的胳膊 就是那个手臂 人的手臂 你如果拿着肝子 抖那个 抖肝子的时候 力量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如果把它想象手臂的话 你想 你想想一下 如果说 就那一个 啪 就那一刻合劲的话 力量会有多大 是 是挺大的 我感觉是挺大的 嗯 力量训练 除了拉大肝之外 我建议去健身房 就是想去玩实战的朋友 去健身房 去练一下力量 因为我刚刚说了 那个着力 将力 我感觉 它并不是说 你身上的力量 就是着力 每个人身上都有力量 只是那个力量 听不听你的话 不听话的那个力量 才叫 我感觉才 它才能叫做是 将力跟着力 听 这个力量 听你身上的话 你给你的身体 是一体的 听你指挥 就是你想 你想让他去哪 他又去哪 这个力量 它不能称之为是 僵力拙力 所以说你去健身房 做力量训练 然后 结合到拳里面 然后再 拉这个 十三肝大肝 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的 你为什么 因为现在 这么发达 所有的力量 力量 训练 器械训练 都很 都比以前 系统的多 而且 现在这么好的东西 你如果不去用的话 我感觉很可惜 对 力量训练 然后最后一点 就是实战了 太极拳 我知道的实战 因为我以前在太极 有什么太极拳 我以前在成家沟的时候 就有 就跟你很多伙伴去摔跤 我感觉太极拳的摔跤是非常非常好的 真的 非常非常有用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小极拳来说 你如果去 你如果不去贴近对方的身体的话 你的发劲是 运不出来的 你发劲也只能 刚刚说是发劲 小极拳发劲是打分不打寸 对不对 你就这一点距离 它只是一个形象 它只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小极拳这个发力 它就要了这么一点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现在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反正接下来的时候吧 接下来一点一点告诉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说那个 练习摔跤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我感觉 中国的摔跤在 传统武术里面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了 包括太极拳里面的摔跤 当然你在 在你功夫 就是在你发劲 没有打出来 没有用的很好的时候 你可以去学一些摔法跟气法 那些东西都是可以 都是很好的东西 我不建议大家去排斥 我不建议大家去 什么东西都不练 就只练拳架 只练推手 而且也不知道推手在推什么 我不建议大家去练 不明白你学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知其然 然后还要知其所以然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 我有满腔的热血 我想怎么练怎么练 就是我师父说了 就那样练 不要我练这个 不要我练那个 不要我练那个 哎呀 我感觉大家去 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一想 对还是不对 因为什么东西 不管是什么运动 什么跟体育有关的运动 他跟体育武术有关的运动 他都要去有一个科学的训练方法 千万不要去把这个太极拳 宗教化了 也不要想着我师父 我师爷怎么怎么厉害 他们的训练方法 你也不知道呀 对不对 他们都练了些什么 他们每天都在练什么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你只知道他们每天打多少变拳 对这个是对的 打拳是有必要的 但是你如果每天只打拳的话 你是用不了的 对 这个东西是 我的亲身体会 我感觉是这样的 你是用不了的 如果只打拳你是用不了的 因为你只打拳的话 两个人一交手 太极拳本来就要晋升 你如果晋升都不敢晋升 你往后撤 你怎么怎么去用 对不对 你心理素质过不去这一关 而且你如果没有力量的话 你就算是 你如果功夫跟力量都什么都没有上来的话 你就算是有自信 你装进去了 你就是贴近对方身体了 那你也用不出来呀 你没有功夫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拳也要练 力量也要练 实战也要练 推手也要练 对 然后你看现在很多好东西 就是现在的那个三大 MMA 还有那个UFC 这些他们的训练方法很科学 而且他们很系统 还有一个流程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啊 我以前练过一点三大 我以前说一下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就是说 一开始一个小白 拿小白来说 他一开始要学习 格斗士 对吧 格斗士 格斗士 姿势 然后是步法 拳 腿 肘 肘 西 这些打法 然后要学一些什么琴 拿锁 摔 我知道这个这个不属于三大里面的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属于三大里面的 那就说一下这个现代格斗吧 琴拿锁 摔这些技法 而且 UFC好像还是 站着又站着的打法 躺在地上又躺在地上的打法 对不对 人家这些好东西 我希望所有练习太极拳的人去吸收一下去 去借鉴一下 你并不能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很好很好 他再怎么好 他也是上一辈在没有这些东西之前 他是很好很好的 现在有这些好东西为什么不去用呢 对不对 还有就是 我希望大家 不管是学什么东西 就是自己多动动脑子 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 我希望大家不要被骗了 就是 现在很多练太极拳的 不管是练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也好 就是我感觉大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吧 有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 你如果说这个东西不适合你 他这个东西再好 他对你来说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你这个东西适合你 对不对 你去好好去练 他这样才可以出功夫嘛 对吧 总结一下吧 就刚刚说的 套路 为什么要练套路 套路到底练的是什么 然后是 推手 为什么要练推手 为什么说 那个推手是检验你全家练的对不对的 然后第三个是力量跟器械方面 就是体能嘛 体能方面 然后就是实战 实战 对我感觉我 我总结了一下 是 是 就只有这 四个方面 是比较重要的 嗯 当然你可以去练一些手法 刚刚说的 可以可以去 在你功夫没上来之前 可以去练一些手法 摔法 办法呀 什么打法 都可以 所以 我希望还是 大家 静下心来 专心的去研究一下 这个拳的 就是 这个拳里面 真正的含义 真正这个拳 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嗯 这个才是 比较重要的 嗯 大家 嗯 想一下 如果说我有什么 说的不对的地方 大家指出来 指出来 我 我这个人也是比较虚心厚舌的一个人 指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好 谢谢大家